那麼台灣歷來輩子跟人格者就是怎樣 所以呢 我必須要提到 什麼叫隱性文化 台灣文化最最重大的一部分 通通是隱性文化 而大家從不識題 隱性文化我給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第一個 避之配則 它的主體性還在 我這裡寫的不是嗎 避之配則的地下文化 當時清朝打下台灣以後 它第一個做的就是 普社馬祖廟作為監管中西人 當年他們把打敗明朝這個正成功的 也是使用先收編馬祖信仰 因為馬祖信仰一向是美南人最重要的精神 你看看 而且呢 清朝這個很厲害 它使用正成功的探將用來打台灣 然後把一向反清的馬祖 用封賞 封師的方式 徹底顛覆 當 無見馬祖信仰 開始被清廷收編的時候 也代表無見民主精神的全面破綻 再加上用叛將再過來終結正成功的系統 雙同 連倫理最後的遺跡也已經當難不存 你們去看看最近二三十年 中國對台灣的整個政治構成 先收買宗教 各位朋友 宗教這個動機殺神比什麼都厲害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我不是在告訴你 你要走什麼同都等等拜託 我會再講第二次或第三次 不要把我的格局看得那麼小好不好 我只是告訴你 人性裡面真正在深層面的這個運作裡面 中國那一刻的人 那是大甘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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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台灣人要走到那邊 但是台灣人有他最厲害的純真的東西 就真的是無善之善 無德之德 無宗教的宗教 真正內在的一種美德的東西 我再跟你們強調 這種無功用型的東西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 我媽媽六十歲 開始Parkinson 手肉震動 然後就在吃藥 吃藥有副作用 但是他就開始編織 因為他從小怎麼樣 從小就是 我這個故事講夠了沒有 他們家很窮 從小都沒有什麼玩技 看人家有玩技都很羨慕對吧 等到他當了阿嬤 他看見還是有很多窮人的小孩都沒有 還有那些病童 在台大醫院的那些 那一大堆的小孩子 又沒有失掉家庭的溫暖 又整個又得了絕症等等 他就覺得 他想要做一些娃娃送給那些 他就開始編織 他有一個很厲害 他就是天生有這樣的 他看到什麼形狀 可以編成那個樣子 他看到像大像 他就變成一個像出來 看到一個什麼 以前看到沈水扁 他還編了一個阿扁出來 他就是這樣編編 然後就慢慢一做就越多 因為他做這樣的關係 他的手 Pakkinson沒有惡化 二十五六年沒有惡化 破了台灣的這個症狀 所以Pakkinson協會的那些醫師 還特地來訪談他 你是怎麼厲害都沒有變化 然後呢 這個在那個雜誌上 剛剛那個雜誌還看過幾期 兩期還幾期 然後他就是這樣子做 然後就漸漸的 他一直在做這些 那你看 劍流去心 我那時候也覺得 這個有什麼樣子 結果那個時候有一個朋友 要心待 記者啊 就把這個事情就暴露開來 就寫出來啊 那寫出來 他就變成 好像開始有名氣 他就開始做義賣 他本來就在做義賣 曾經他做了一個小黑人 在潮州的那個天主教堂那裡 拍賣了一百萬 就送給這個教會 那就這個一個小黑人 他就一直這樣在做著 一直在做著 他八十六歲後世 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 武功用刑 這幾年前 六年前 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寫了一句話 當時我也不曉得 這個跟宗教的關係 我就寫 他是這個怎樣怎樣 然後 行善最大的好處 就是讓我們忘記什麼叫做善 行善最大的好處 就是讓我們忘記善 當時我只是覺得這樣而已 現在他的墓碑還在 就是寫下面是這一句話 所以台灣人 他透過什麼樣的教化 產生像波茲德 像有很多的 我所謂的素人 你是好到什麼程度 你現在去墓碑什麼 我最近 尤其最近這半年在寫書 古網友 在寫新的書 喔 去台南 高雄 一四五六 那墓碑 所有遭遇的那種人跟人的那種關係 哇 真的是 我寫不然再說 我已經寫好 差不多了